在婚姻的长河中,我的妻子从未让我触碰过她一次。 我尊重她的洁癖,以理解和包容的心态,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 然而,当她心中的白月光离世,她竟提出要为她延续血脉,传承家族。 甚至,她主动称呼白月光的父母为公婆承诺道,我会帮助子药完成她的养老责任。 原来,妻子并非真的洁癖,而是为了她心中的白月光保持着纯洁。 既然事实如此,我决定成全她们,让她们成为那对幸福的比翼双飞的鸟。 我刚整理完一片混乱,手机便推送了一条新闻。 热心妇女为早逝的陌生男子孕育后代,展现了高尚的情操。 我冷笑,哪个已婚妇女会愿意为其他男人生育子女呢? 她的丈夫难道不会因此愤怒,提出离婚吗? 但当我点开视频,我的心逐渐沉入谷底。 视频中,那个笑容满面的女人正是我的妻子李玲,她正挽着一对夫妇。 我也认得她们,那是她早逝的白月光的父母。 仔细阅读了全文后,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逆流。 手机从我手中滑落,屏幕亮了一下,然后彻底熄灭。 李玲已经去为她的早逝白月光声誉后代了。 每次我想要与李玲亲近,她总是以洁癖为由,拒绝我的触碰。 尽管如此,我真心爱着她,哪怕这一生都无法牵起她的手。 我也愿意为她付出,为她洗衣做饭。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我单方面的幻想。 门突然被推开,李玲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显得高傲。 阿隽,快去准备果盘,我们家来了尊贵的客人。 她身后跟着白月光年迈的父母。 两位老人满意地环饰了房子,然后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不屑的笑容。 小玲,你的丈夫可比不上我们的琪琪啊。 韩琪,李玲心中的白月光。 我胸中仿佛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不断向外喷涌。 李玲注意到我脸色阴沉,急忙过来抚慰我的情绪。 她从口袋中缓缓取出橡胶手套,小心翼翼地戴上。 她那冰冷的手掌,轻拍我的手臂,眼中流露出淡淡的劝解。 阿隽,阿倩,阿姨她们并非那个意思。 我不满地挥开她的手,曾几何时,我是多么渴望她的触碰。 李玲的一点点主动,足以让我像个傻子一样欢喜一整天。 甚至连她触碰过的地方,我都舍不得清洗。 那你的意思是,我问道,为什么要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带到家里来? 老夫妇的脸色骤变,他们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呸,如果不是我们齐齐早逝,这房子怎么可能轮到你住? 这房子是我支付的首付,也是我每月偿还的房贷。 我深爱着李玲,因此为了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房产证上写的是李玲的名字。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房子明明就是我的。 老妇人的眼睛狡猾地转动,就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老鼠。 房产证上又没有你的名字,怎么能算是你的房子? 李玲见我语气激动,一脸不悦地退后,责备道, 阿隽,你越来越没有礼貌了。 对老人家大声喊叫,成何体统? 说完,李玲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迎到沙发上坐下。 自己则去准备裹盘。 她甚至不愿意给我一个眼神。 我的心房猛地一颤,眼眶随即泛红,我狼狈地摔门而去。 我走得并不远,还能听到李玲的抱怨,随她去吧,她还敢发脾气。 被老太婆一气之下,我都忘记了李玲肚子里的孩子。 她这是想让我洗当爹,却没有问过我是否愿意。 我坐在楼下的公园里,感受着冷风的吹拂。 风势强劲,不断地往我的袖口里灌,让我感到寒冷,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不久之后,一件温暖的外套,如同守护的雨一般,轻轻覆盖在我的肩头。 我转过头去,目光与李玲的眼眸不期而遇。 请你不要生气,好吗? 我并没有和韩琪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虽然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她的父母依然在世。 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 如果我们能给他们留下一个孙子,也算是我们做了一件善事。 李玲那双如同秋水般清澈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恳求的光芒。 甚至为了说服我,她不惜放下身段,主动闭上眼睛,亲吻我的侧脸。 要知道,李玲的洁癖是出了名的,即使是不经意间触碰到别人,她也会不停地呕吐一整天。 心中的怒火逐渐被她的温柔所平息,我坐在冰冷的石凳上沉思。 毕竟,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让李玲去打掉孩子是不可能的。 而且,李玲是我的妻子,我也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 我答应了李玲。 跟她一起回家,她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双橡胶手套戴上,然后挽起了我的手。 谢谢你,老公,愿意原谅我。 当我们回到家中,那对老夫妇已经离开了。 桌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这便是李玲的拿手好菜。 自从她嫁给我之后,她从未自己洗过衣服,也从未自己做过饭。 她总是闲脏闲泪,整个房间弥漫着浓郁的调料味,那味道浓烈地让人头疼。 我挥了挥手,走向屋内,不吃了,没什么胃口。 李玲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明显的慌张,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将我拽向餐桌。 她轻抚着自己的两鬓,眼中充满了对我的心疼,不吃怎么行啊,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我无奈地妥协,端起了碗筷。 李玲从未像今天这样关心过我。 平日里,即使是做了几道好菜,她也会一个人全部吃完,还总是抱怨不够。 李玲走进房间,立刻变得鬼鬼祟祟,似乎在用身体遮挡着什么东西。 她迅速地走出房门,我有事要出去,晚饭也不用等我了。 仿佛被无形的鬼魅紧追不舍,人们的身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流传着一句古老的谚语,她告诫我们,异常知识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轻轻放下手中的碗,目送李玲驾车远去,留下一道长长的伪迹。 她驾驶的方向,似乎是向着郊外的某个地方。 心中突然涌起一股不安,我迅速打开了卧室的监控设备。 这监控系统是李玲坚持要安装的,她担心我在夜晚会有意无意地触碰它。 监控画面清晰地记录下,李玲从衣柜中取出一束白色的菊花,小心翼翼地塞进她的大衣。 监控中传来她满怀期待的声音,夹杂着少女般的羞涩。 韩琪,我很快就能来看你了。 我急忙搭乘出租车前往郊外的墓园。 一到达那里,我便一眼认出了李玲,她甚至换上了一身鲜红色的裙子。 在灰暗的画面中,那抹红色显得格外醒目。 寒风轻轻掀起她的裙摆,仿佛在为她送行,如同送一位新娘出嫁。 我小心翼翼地放轻脚步,悄悄走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蹲了下来。 李玲弯腰放下鲜花,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轻声说道,韩琪,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怀上你的孩子了。 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你的妻子。 韩琪是李玲年少时无法触及的梦想。 那时我们同班,韩琪和李玲被誉为众人眼中的金童玉女。 他们是人人羡慕的一对。 大学毕业后,李玲的父母认为韩琪家境贫寒,配不上她的书香门第。 他们坚决反对,硬生生地拆散了这对恋人。 为了报复她的父母,李玲选择了一个并不爱她的人。 她曾愤愤地说,我的幸福,这一生都被你们毁了。 我要让你们永远活在忏悔之中。 因此,她选择了我,一个在大学四年里从未被她正视过的追求者。 但婚后,我将她视若珍宝,宠爱有加。 我小心翼翼地呵护她,生怕她受到一丝伤害。 有时,她愿意在我作画时为我沏上一杯茶,与我随意地闲聊几句。 我那时的心情如同被春风拂过,欣喜若狂。 仿佛她已经接受了我。 李玲依旧沉浸在她那幸福的幻想之中。 她轻抚着肚子,脸上绽放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 韩琪,你大可放心,何卷对我情深似海。 待我们的孩子孤孤坠地,她将拥有一位名满天下的画家父亲。 无人敢欺她,她将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的鼻子一阵酸楚,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砸落在我的手背上。 我自嘲地紧抿着嘴角,李玲为她心中的白月光,筹化了一声,让我成为她孩子的抚养者。 李玲还在继续说着,倾诉着她对韩琪的无尽爱意。 韩琪,我依旧保持着纯洁之身,除了你,我不会给予任何人。 我要为你守护这份纯洁,直至生命的尽头。 听完这番话,我转身离去。 自始至终,我仿佛成了一个荒谬的笑话。 李玲回家时,我并未开灯,静坐在沙发上。 因此,当她点亮灯光,被我的身影吓了一跳。 她捂着胸口,眉头紧锁,抱怨道, 阿隽,你这是要吓死谁呀? 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坐在这里。 她手中提着袋子,衣服依旧是出门时的那套。 她还在欺骗我,还想将我当作愚人一般敷衍。 李玲所谓的解体,不过是借口,她只是不愿与我接触。 她觉得我令人厌恶,她要为了寒旗保持她的纯洁。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一言不发地夺过李玲的袋子。 从中取出那件红色长裙,我愤怒地质问她,这是什么? 李玲,你究竟去了哪里? 李玲急切地从我手中夺回衣服,脸上的慌乱无法掩饰。 这只是新买的衣服啊。 阿隽,你在胡闹些什么? 我要不高兴了。 不高兴,每当李玲说不高兴,我都会立刻低声下气地道歉。 你还要继续欺骗我到何时? 我如同狂风中的海浪,怒吼着,从手机的深渊中翻找出那些定格的瞬间。 你为何仍旧无法释怀? 喊起。 李玲,我已经筋疲力尽。 她将衣物无情地投入垃圾桶的怀抱, 然后像一只受伤的小鸟轻轻地依偎在我的腰际,将她的额头贴在我的胸膛上。 她的哭泣声如同细语打在屋檐,充满了无尽的委屈。 阿隽,我今日前往,只是为了与她做最后的告别。 我已经放下了,我将全心全意与你共度余生。 请你不要再纠结于过去,好吗? 尽管李玲试图放下,我的心却如同被冰封的湖面,难以融化。 这些年来,我无数次地自我催眠,试图说服自己。 我相信李玲对我有一丝爱意,我用真心去感动她。 我幻想着她的心中会有我的位置,哪怕只是微小的一部分,我也会感到满足。 然而,现实却像一记重拳,狠狠地击中了我。 我轻轻地推开了李玲的手,我的眼睛如同被酸涩的泪水浸泡。 算了吧? 我们都应该放手,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渴望的吗? 现在你可以成为寒奇合法的妻子了。 李玲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将她贴近她的脸庞。 她的泪水如同冬日的冰雨,冷冽地滴落在我的手心,刺痛着我。 李玲的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滑落,她的肩膀随着哭泣而颤抖,让人不禁心声怜悯。 阿隽,我们不要分开,好吗? 这也是你的孩子啊,你怎么忍心放手? 孩子,孩子,总是孩子。 我用尽全力推开了李玲那瘦弱的身躯,她本能地保护着自己的腹部。 李玲的双眼哭得红肿,几乎要溢出血丝。 我不愿再看到她,于是我转移了视线。 李玲,我们和平分手吧,离婚。 李玲哽咽着,捂着自己的肚子,小心翼翼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阿隽,我肚子好疼。 凭借着最后一丝情感的牵绊,我将李玲送到了医院。 她躺在担架上,不断地呻吟着,她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 手心的汗水如同雨后的小溪,源源不断。 我们能否不走向离婚的边缘? 我们能否坚守婚姻的誓言? 我压抑着内心的焦躁,轻轻地将我的手从她的掌心中抽出, 然后推动着轮椅。 李玲,你先专心接受治疗,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些问题。 李玲却固执己见,她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用坚定的语气威胁我。 阿隽,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拒绝治疗。 我宁愿和孩子一起走向生命的尽头。 李玲的声音在医院的走廊里回响,如同一阵寒风,吸引了众多旁观者的目光。 我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在妻子和孩子面临困境时,却想要离婚。 一位泪眼婆娑的女性狠狠地瞪着我,怒斥道,渣男。 人渣?李玲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她的双眼布满了血丝,紧紧地盯着我。 我若不妥协,她便不会放手。 医生也在一旁劝解我,你的妻子目前的状况尚不明朗,不要因此耽误了治疗。 尽量满足病人的愿望,顺着病人的心意来。 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无奈地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我们不会离婚。 你先去好好检查,好吗? 李玲这才松开了紧握的手。 她全身无力地躺在担架上,任由医生将她推进了急救室。 我被留在了门外,独自面对着众人充满恶意的目光。 在他们眼中,我仿佛成了一个抛弃妻子和孩子的罪人。 但我心中的苦楚,又有谁能理解呢? 趁着李玲进去接受检查,我联系了律师,请求她帮我起草离婚协议。 我决定放弃所有的财产,将他们全部留给李玲。 这或许是我最后能为她和孩子做的事情,足以让他们在未来十年内生活无忧。 我坐在冰冷的长廊上,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李玲穿着红裙站在墓碑前的画面。 我烦躁地捶打着墙壁,以此来发泄我的情绪。 手指上传来的疼痛感,伴随着门被推开的声音,医生走了出来。 我急切地站起身,但一阵炫韵感袭来,我扶着墙问道, 医生,他现在状况如何? 医生摘下口罩,眉头紧锁,仿佛在无声地叹息。 年轻人,不要总是争执不休。 将争执带到医院,这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 我如同被雷电击中一般,呆立不动,这是李玲第二次欺骗我。 李玲缓缓从屋内走出,脸色依旧带着一丝苍白, 但精神却显得格外饱满。 他不再伪装痛苦,手捂着腹部,走到我的面前。 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洁癖,自然而然地挽起我的手。 阿隽,医生告诉我,我并无大碍。 只要你以后不再惹我生气,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的脸上绽放出两个甜美的酒窝,与我谈论着未来。 然而,李玲并不知道,我已决定不再与他有共同的未来。 睡前,我主动搬至客房,借口是为了给他更多的空间。 我辗转反侧,全身被背叛的怒火所包围,难以入眠。 直到黎明时分,我才勉强睡了两个小时,门外便传来了喧闹声。 我打开门,看到一对老夫妇拖着几个破旧的蛇皮带。 他们从中取出泛黄的被子、枕头和衣物。 乖女儿,我们以后要住在哪里呢? 真的很感谢你接我们过来照顾,你真是我们韩家的好媳妇。 李玲羞涩地整理着头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您这是在说什么呢? 我还要继续孝敬你们二老呢? 我的心沉入了无底的深渊。 李玲转过身来,看到我,眼中充满了喜悦。 阿隽,你醒了,正好,你快从客房出来。 以后那间房间,就留给他们居住吧。 老夫妇依旧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我, 仿佛我能住在这屋子里,完全是他们的恩赐。 我没有回应,只是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物, 然后匆匆离开了家门。 老妇人的言辞如同锋利的刀刃, 毫不留情地切割着空气,心胸狭窄,脾气暴躁, 与他同住一世,谁能忍受得了。 最好是在外面消失。 他的伴侣紧随其后,吐出的话语如同毒蛇的信子。 呸,他不过是个白吃白喝的寄生虫。 李玲以一种责备的语气说道,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说他。 这些话语如同冰雹般砸在我的心头, 我急匆匆地走向车库, 完全忽略了身后紧追不舍的李玲。 我的心如同棉花般柔软, 而他却如同钢铁般坚硬。 昨天还在温柔地劝我不要离婚, 今天却带着韩琪的父母, 如同不速之客般闯入我的家门。 李玲心中所装的人,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拨通了律师的电话, 告诉他要竭尽全力帮我打赢这场官司。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房子, 我的财富。 一丝一毫也不留给他这个冷酷无情的女人。 我搬进了另一处房产, 重新拾起了我的话笔。 为了全心全意地照顾李玲, 我只能在闲暇之余作画。 记忆不知退步了多少。 宋梅每天都会坚定不移地给我发消息, 询问我是否能为她画一幅肖像。 在我拒绝了她第999次之后, 我终于答应了。 李玲无情, 我也不能无意。 宋梅画了一个精致的淡妆, 我将她迎进了门, 引导至画室。 曾经画室里挂满了李玲的画像, 遍布每个角落。 但昨天我已经将它们全部撕碎, 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 就如同我对李玲的爱, 消失得无影无踪。 宋梅安静地坐在位置上, 我握着画笔, 细致地描绘。 正当我溅入佳境时, 门突然砰得一声被推开。 李玲拿着钥匙, 怒气冲冲地问道, 你们在做什么? 那对老夫妇举着手机对准我的脸拍摄, 嘴里还大声叫嚣着。 来来来, 让我们看看这对肩夫淫妇, 在房间里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龌龊事。 画室中心购置的颜料, 如同被狂风卷起的花瓣, 翻倒在地, 被无情的剑塔所摧毁。 他们在我的裤腿上, 洒下了斑斓的斑点, 如同一幅未完成的画作。 李玲带着无尽的哀愁, 缓缓走近, 轻轻拉住我的衣袖, 仿佛在寻求一丝慰藉。 阿隽, 你不是承诺过, 此生只给我一个女人画像吗? 她的声音中带着颤抖。 你难道在欺骗我吗?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质疑。 她紧紧地抓住我的衣袖, 以至于半个尖头都暴露在外, 这一幕实在是令人尴尬至极。 宋梅仿佛置身事外,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无所知, 她呆立在原地, 一脸茫然。 李玲立刻冲了过去, 如同一头愤怒的野兽, 抓住宋梅的头发, 一边愤怒地斥责。 你这个狐狸精, 谁允许你勾引我的丈夫? 她的声音尖锐而刺耳。 你还敢让她给你画像,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她的语气中充满了轻蔑, 一路上都能闻到你身上的那股难闻的气味。 她的话语如同毒箭, 直射宋梅的心。 宋梅痛苦地尖叫,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她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 和画家救救我, 救救我。 我心中一紧, 果断地拉开李玲的手, 将她紧紧地禁锢在怀中。 你闹够了没有? 我的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李玲的脸胀得通红, 呼吸急促, 她紧紧揪住我的领子, 愤怒地质问。 何隽, 当初结婚的时候是你说的, 这辈子只给我一个人画像。 她的声音中带着绝望。 你不爱我了吗? 她的眼中充满了疑惑。 你为什么要给她画像? 你是不是出轨了?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安。 我用力撇开李玲的手, 严厉地质问她。 你可以给韩琪生孩子, 我就不能给别的女人画像。 我的声音中带着讽刺。 李玲, 你未免太霸道了。 我的话语中带着不满。 还有, 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你, 我们离婚。 我的声音中带着决绝。 门铃叮咚响起, 我甩开李玲, 推开老太太, 手机猛地砸在地上。 她愤怒地大骂, 这件东西, 撞死吧。 我打开门, 从快递员手中接过离婚协议。 一把丢在李玲脚边, 签字, 我们马上就离婚。 我的声音中带着不容质疑的坚定。 李玲愣住了, 过了许久, 她一脚将离婚协议踹开, 仿佛在用行动表达她的反抗。 我绝不放手, 我坚决不会与你离婚。 就在这一刻, 老太太已经熟练地将视频上传到了网络。 她打上的标签是我的好儿媳李玲, 被无情的丈夫背叛, 被赶出家门。 在韩其代孕生子的热度尚未退去之时, 视频一经发布, 便迅速登上了热搜榜首。 网络上对我一片骂声, 网友们根据房屋的布局推测出了我所在的小区, 甚至还有小区的居民主动提供了我的详细住址。 突然, 一颗石块打破了窗户, 紧接着, 一颗石子击中了我的头部。 血液顺着我的脸颊缓缓缓流下, 流过我的眼睛。 宋梅被吓得呆若木鸡, 她从口袋里拿出纸巾递给了我。 而李玲则故作惊讶地捂着嘴, 一脸震惊地说, 阿隽, 你流血了。 老夫妇则直接拍手叫好, 大声说, 这是报应, 这就是报应啊, 你这是自作自受。 我冷静地按住了伤口, 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指控他们非法入侵。 老夫妇被警察带走, 李玲和我一起前往警局, 做笔录。 她全然不顾我的生死, 一口咬定老夫妇是她邀请的, 不算非法入侵。 我冷笑一声, 从公文包里拿出了我最后的礼牌。 很久以前, 我就发现了李玲已经准备好了一份 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我偷偷地藏了起来, 恰好在今天派上了用场。 警察同志, 我已经和她签订了离婚协议。 李玲的话不可信, 她就是带人非法入侵, 还制造舆论来攻击我这个普通人。 警察接过了离婚协议书, 确认了她的法律效力。 李玲和老夫妇被拘留了一天, 当我离开的时候, 李玲急切地抓住了我的手, 她的黑色瞳孔里充满了恐慌。 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以为她早就丢了。 我以一种迅猛的动作推开了她,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仿佛冬日里的寒风。 这份恩情, 我铭记在心。 在签署离婚协议的那一刻, 你高傲如天鹅, 连房子和车子都不屑一顾, 选择了净身出户。 李玲, 现在你已经一无所获, 再也无法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好处。 她的眼神中流露出惊慌, 如同一只受惊的鹿, 再次伸手试图抓住我, 声音中带着哀求。 阿隽, 你怎能如此对我? 那是我年轻时的鲁莽, 如果没有房子和车子, 我将如何在这世间立足? 你真的忍心看着我受苦吗? 我额头上的伤口仍旧在隐隐作痛, 我轻轻揭开纱布, 露出了那血迹斑斑的伤口, 仿佛是命运的残酷烙印。 我直视着李玲, 眼神坚定如磐石。 我若心疼你, 那又有谁来心疼我? 李玲的手缓缓松开, 她双手掩面, 泪水从指缝间悄然滑落, 如同断线的珍珠。 对不起,对不起。 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道歉, 但她的眼神中却没有一丝真正的悔意。 网络上的视频如同病毒般蔓延, 我成了众矢之地, 被谦夫所指。 我拿出了之前辈分的照片、 视频, 还有那份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我们已经离婚了, 希望大家能擦亮眼睛, 不要被舆论所左右。 网友们在看过视频后, 纷纷转而指责李玲。 他们骂她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如同水性洋花般不可靠。 网友们开始剪辑她的黑料, 将她的形象丑化, 以此提高转发率。 他们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看到 她那丑陋的真面目。 所谓的纯情少妇, 原来是一个多情的骚货。 就连韩琪的父母, 也被人们嘲笑为吸血鬼、 马黄。 他们被指责为 专门趴在别人背上吸血的寄生虫, 到处寻找儿媳。 房子和车子 重新回到了我的名下, 但我觉得房子的地址已经暴露, 如果他们还继续作乱。 我也不愿再为此耗费心神, 于是我干脆让中介帮我将房子卖出去。 我随意地投了一幅画作参加比赛, 没想到竟然获得了奖项。 在媒体的广泛宣传下, 我的名声迅速上升。 我被誉为不屈不挠的奥雪轻竹。 在尘世的混沌中保持清醒, 我果断地与那位心怀不轨的女子 划清了界限。 随着房子的成功出售, 我的银行账户里 又增添了一笔可观的存款。 我一直在寻找的导师 对我的历程表示感慨, 破格将我收为她的关门弟子。 我购买了机票, 开始整理行囊。 我满怀期待地等待着 飞往巴黎深造的那一天。 那间空旷的屋子里, 不再有李玲那令人生艳的身影, 让我感到无比地轻松。 没有了那些令人不悦的香水味, 只剩下了清新而简单的空气。 我百无聊赖地滑动着手机屏幕, 却意外地看到了李玲流产的消息, 她如同一颗炸弹般 在网络上爆炸开来。 视频中, 李玲在街头痛苦地捂着腹部, 脸色苍白地向路人求助。 但谁不认识她呢? 她威胁我的那段视频早已广为人知, 大家都害怕被她敲诈, 只是冷漠地旁观着。 直到李玲瘫倒在地, 双腿间流出了鲜血, 人们这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一位善良的路人拨打了急救电话。 在紧张的呼救声中, 李玲被紧急送往了救护车。 视频的最后, 她一直在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 阿隽, 阿隽, 我好疼啊。 如果你在就好了, 阿隽。 我面无表情地关闭了手机, 躺在床上, 深呼吸已平复心情。 我和李玲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瓜葛, 这一切都是她自作自受的结果。 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我和李玲举行婚礼的场景。 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门外, 连思宜的话语都未曾入耳, 显得心神不宁。 我知道, 她在等待着韩琪的出现, 希望她能来抢走她。 婚礼的前夜, 我担心李玲会感到饥饿, 于是买了她最喜爱的榴莲披萨, 却无意中听到她压抑着哭泣的声音, 声音破碎而可怜。 韩琪, 你能不能来带我走? 只要你来, 我就愿意跟你走, 我不怕吃苦。 但她并不知道, 韩琪之所以对她情有独钟, 只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 她手中掌握着丰富的资源, 足以实现她的雄心壮志。 她沉浸在那甜蜜的幻想之中, 仿佛韩琪就是她命中注定的伴侣。 然而, 她并不知道, 就连他们的初次相遇, 也是韩琪精心策划的一幕。 少女在身像中被无耻地混混围堵, 感到无助和迷茫, 就在这时, 仿佛天将的英雄少年出现了。 她将他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 一见钟情, 这正是她所预料的结果。 听闻李玲被送往医院后, 遭遇大出血, 不仅孩子未能保住, 莲子宫也被切除, 从此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韩琪的血脉断了, 韩家的后代也随之终结。 韩家老太太趁着李玲卧病在床, 无力反抗, 闯入病房大闹。 她将热水泼在李玲的脸上, 造成了严重的烫伤, 几乎毁容。 这还不够, 老太太在医院里大声喧哗。 她痛斥李玲是个害人精, 见火, 让整个医院的人都对李玲投仪鄙视的目光。 在医院里, 她遭受排挤, 连护士也对她冷眼相待。 由于无法支付足够的医药费, 她只能黯然离开。 在我登机前, 她追到了机场。 她脸上的水泡已经干瘪, 看起来有些害人。 我被这景象吓到,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李玲尴尬地掩面, 低声笑道, 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很可怕。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被撕碎后, 又重新粘合的天蓝色情书。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那是我在大二时送给她的情书。 她曾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 嘲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然后将情书撕得粉碎。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找回这些碎片的, 也不再想知道。 我正要离开, 李玲急忙挡住了我的去路。 她的声音哽咽, 带着沙哑和甘涩。 阿隽, 其实我是喜欢你的, 只是我醒悟得太晚了。 我当时嘲笑你的真心, 使我太愚蠢了。 我与韩家那位年迈的妇人争执, 她向我透露, 韩琪对我并无真心。 她不过是想利用我父母的权势, 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甚至, 她所谓的救援, 也不过是一出精心编排的戏码。 泪珠如珍珠般滚落, 李玲的双眼仿佛被雨水打湿, 凝视着我。 我已不再爱她, 她才恍然大悟。 凝视着她的眼眸, 我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 李玲, 我曾将你捧在手心, 如同对待一位公主。 但你的目光, 从未在我身上停留。 如今我选择放手, 你才说爱我, 难道不觉得这太过讽刺吗? 李玲突然紧紧抱住我的腰, 她的泪水迅速浸湿了我的衣襟。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错看了人心。 现在我明白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广播声开始催促, 我用力推开李玲, 推着行李箱准备接受安检。 李玲倒在地上, 在我身后大声呼唤我的名字。 我仿佛未闻其声。 在我心里, 李玲已变得微不足道。 我平安抵达了巴黎, 去拜访我的导师。 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长着白色的胡须, 总是耐心地传授我知识。 她的女儿茉莉, 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她也在学习绘画。 每天早晨, 当我推开窗户, 总能看到她在花园中浇灌花朵。 满园的玫瑰镜香开放, 却也比不上她的美丽。 于是我搬来画家, 开始描绘她浇花的茜影。 茉莉将水管高高举起, 清澈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使她显得更加动人。 她在花园中翩翩起舞, 旋转间, 她的目光与我不期而遇。 我急忙躲到窗帘后, 心跳如雷。 我捂住那急促跳动的心脏, 仿佛被一颗炽热的子弹击中, 狂热地跳动着, 不愿停歇。 等我逐渐平复, 我悄悄地再次探出头去。 茉莉的笑颜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 她的目光如同温暖的阳光, 紧紧地锁定了我。 她热情地向我招手, 仿佛在邀请我加入一场春天的盛宴。 阿隽, 你愿意与我一同漫步于花海之中吗?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 我发现自己无法抗拒她的诱惑。 我如同一只被释放的猎豹, 急切地冲下楼去。 茉莉手中的水管如同顽皮的精灵, 不小心溅起了水花, 打湿了我的裤脚。 她惊讶地用手掩住嘴巴, 仿佛在说, 哦,我的天哪, 你没事吧? 我平静地摇了摇头, 表示无碍, 没关系, 你要教我如何欣赏这些花朵吗? 她轻轻一笑, 眼睛弯成了月牙。 阿隽, 你很聪明, 不需要我带你去赏花。 我叫你下来, 只是希望你能陪伴在我身边。 她的目光再次投向二楼的画家, 带着笑意问道, 你是在画我吗? 我的脸如同被火焰点燃, 感到一阵热浪。 是的, 我低下头, 不敢直视她那灿烂如阳光的笑容。 莫莫莫突然靠近, 她的身影如同轻盈的舞者, 围绕着我旋转, 仔细地观察着我。 她在我的侧脸上轻轻一吻, 然后俏皮地对我眨眼。 画完后, 可以让我看看吗? 或许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话题, 我和莫莉的交谈格外融洽。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对我的深情。 我们一起仰望星空, 探讨学术问题。 教授有时会开玩笑, 说想要把莫莉嫁给我, 免得她再为她操心。 我总是以微笑回应。 然后, 我抬头, 看见莫莉带着趣味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我。 我们共同享受着这一刻的微妙情感。 她爱着我, 我也爱着她。 于是, 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当我再次获得提名, 名声大造时, 我准备回到祖国, 开启自己的画展。 那是我曾经搁置的梦想。 莫莉带领着参观者, 向他们介绍我的画作。 她的眼中充满了骄傲, 仿佛在说, 看, 我的男人就是这么出色。 在不经意间, 我不慎与一位清洁工相撞, 急忙扶住了她那即将倾倒的身躯。 然而, 就在这一刻, 我耳边响起了一道似曾相识的声音, 阿隽。 眼前的清洁工摘下了口罩, 尽管脸上的疤痕遮掩了她的面容, 但那熟悉的五官却无法隐藏。 她, 竟是李玲。 一见到我, 她便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般, 立刻钻进了我的怀抱, 声音中充满了对往昔的怀念。 阿隽,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带着一丝厌恶, 将她推开。 我未曾知晓李玲的境遇竟如此艰难, 她的工作福破旧不堪, 甚至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酸臭味。 她曾经那洁癖的性格, 如今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好意思, 女士, 我们曾有过交集吗? 我假装与她素不相识, 不愿再与她有任何瓜葛。 然而, 李玲却激动得泪如雨下。 阿隽,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你深爱的妻子, 李玲啊。 当我听到李玲这个名字时, 我不禁条件反射般地 感到胃部一阵翻涌。 我急忙与她保持了一段距离。 茉莉察觉到我的异样, 立刻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 她那染着红指甲的手 轻轻扶住我的肩膀, 语气温柔地问道, 阿隽, 发生了什么事? 我微微一笑, 轻拍她的手, 示意她无需担忧。 没事。 李玲看到我身边有了其他女人, 又开始大声喧哗。 她身上曾经的书卷气息, 淑女风范, 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 她就像一个失去理智的泼妇, 让人避之不及。 李玲的眼睛充血, 她朝着茉莉挑衅道, 你又算是谁? 立刻从她身边离开, 我才是和隽深爱的妻子。 茉莉挺直了身体, 冷冷地注视着李玲。 我对茉莉毫无隐瞒, 很久以前就像她坦白了我和李玲之间的过往。 茉莉将我护在身后, 双手环抱胸前, 展现出一副不容侵犯的姿态。 深爱的妻子, 你也只能自欺欺人了。 阿隽的唇是否曾倾触你的脸颊? 阿隽是否曾与你共枕而眠? 我忍不住扑斥一声, 这难道不是在李玲的心口上狠狠地扎了一刀吗? 要知道, 曾经的她对我的触碰感到厌恶至极。 她将我视作洪水猛兽, 避之唯恐不及。 李玲的肩膀无力地垂下, 再也不敢与她争辩。 茉莉如同女礼般宣示着她的主权, 她揽过我的肩膀, 在我的唇上亲吻了一下。 即使你曾是何隽的妻子, 但现在她的妻子是我。 有我在, 你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茉莉说这片地方的风水不佳, 什么样的人都能被招来担任保洁工作。 她不惜重金在市中心为我购置了一个店铺, 让我继续我的画作展览。 在店铺的中心位置, 是我以茉莉为原型创作的一幅玫瑰少女画像。 那是我心动的那一天, 她在我眼中如同星辰般璀璨。 夜幕降临, 茉莉躺在我的身边, 心中充满了闷气。 我紧紧抱着她, 低声哄着她, 温柔地抚摸着她的手指。 好了, 不要生气了, 我现在只属于你。 我触摸到了两颗冰凉的泪珠, 那个平日里从不喊疼的茉莉竟然哭了。 我急忙下床, 跑到她的床边, 蹲在她的床前。 茉莉, 发生了什么事? 茉莉的声音哽咽, 任由我为她擦干眼泪。 我只是心疼你, 你以前一定吃了很多苦。 那个女人的态度太恶劣了。 我轻轻地笑着, 充满怜爱地将她抱在怀里哄着。 这不是因为你来了? 我的谬思, 是上帝派你来拯救我的。 窗外, 冬天的第一场雪悄然落下, 我和茉莉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 我们紧紧相依, 聆听着雪花落下的声音。 李玲的这场闹剧, 让她失去了保洁的工作。 无奈之下, 她只能去寻找更低级的工作。 毕竟, 我曾经教养她, 她早已忘记了生存的技巧。 她面目可憎, 也没有正规的单位愿意接纳她。 她仿佛彻底从我的世界里蒸发了。 除了那一次, 当我和茉莉漫步街头, 偶然经过一个垃圾桶旁, 我瞥见了一道与她极为相似的身影。 只是一刹那, 那身影便如同幻影般消散无踪。 但我确信, 那一定是她, 若非如此, 又怎会像躲避瘟疫般躲避我。 茉莉从她的包中 取出一个白色的鲸鱼形状的小玩偶, 带着孩童般的天真, 将她挂在我的公文包上。 她露出一个俏皮的微笑, 说道, 你可千万不能弄丢了她, 这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我点头, 轻轻拂去她发丝上沾染的雪花, 用充满宠爱的眼神将她拥入怀中。 我承诺道, 我永远属于你。 茉莉和我一同见证了 给成的第一场飘雪。 我深信我们还将共同度过 无数个季节的轮回。 那玫瑰般的少女 是上天赐予我这个失落之人, 让我重新找到希望的新契机。 茉莉, 我爱你。 茉莉, 中文字幕——YK